他是千古第一人军 去世时全程为他痛哭 他是无数文豪大佬背后的男人 是领人真相的神仙老板 他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却总是充当着背景版的角色 欢迎来到知识放映室 本期视频 让我们一口气看完全民偶像宋仁宗赵真的一生 宋仁宗赵真 北宋大中降服三年 1010年出生 原名赵寿义 是宋真宗的第六个儿子 说实话 这名字多少有点太普通了 黎毛欢太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 里面的主角就是宋仁宗赵真 虽然真实的情况没有戏曲中的那么玄乎 但是出生时的境遇也差不多 宋史记载 仁宗的五个哥哥都先后夭折 而仁宗出生后都还没有睁眼 就在老爸的默许下 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娥据为己有 而另一边的亲生母亲 却因为怕给儿子带来麻烦 而不敢表露任何不满 赵真因此得了个敌处的身份 公元1014年 四岁的小赵就被封为了沁国公 皇帝之子嘛 不是王就是皇 四年又进封郡王 公元1018年 八岁的他就被册封为皇太子了 并赐名赵真 直到公元1023年 老爹一驾崩 13岁的小赵就登基为帝了 但13岁的年纪 管理国家大事还有些为师过早 这下就给了刘娥一个可以垂帘听证的机会 其实要是赵真只是个昏运的草包也就罢了 小日子混混也就过去了 但赵真作为一个有报复的青年 这情况可是让他非常的苦恼 他也没想到自己这个母亲垂帘听证 一听就是11年 直到明道二年 1033年 刘娥病死 小赵才正式开始亲政 由此开启了他的人宗圣志 上位后的第一把火就是抓经济 对外平息战争 对内作风简朴 一顿操作才收拾完老爹和后妈留下来的烂摊子 在位期间 他也的确做到了严明律己 宽厚他人 他历经图治 改革创新 敢于接受大臣执见 他的手下也涌现了不少政治的官员 比如包整 范仲淹 欧阳修等这些 哥现在也很火的巨型 庆礼三年 1043年 宋仁宗宣布了全新的内阁名单 封 欧阳修 于静 王肃 蔡香四人为建官 封同样有才的范仲淹为参之正式 在仁宗的授意下 范仲淹作为改革的老油条 一下笔就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 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书负义 于是宋仁宗立马当场拍板 准奏全国执行 但是仅仅一年零四个月后 就由于改革步子卖得太大 引起很多官僚贵族的不满 而范仲淹 欧阳修等人 实在是都不过那些强权 最终还是被排挤出了朝廷 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 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但在此期间颁布的诸如 减姚义 减义人 轻赋税的政策 还是给当时的百姓带去了不少优惠 其实不瞒大家说 咱们这位皇帝脾气真的是好到没话说 他手底下的古文背诵天团 什么苏氏苏哲王安石 包括上面的几人 多少人的童年噩梦啊 这些人在当时也都不是什么好惹的主 他们甚至还经常会追着仁宗嘛 大家都知道 宋仁宗的两任皇后都不是自己想去的 他人生的初恋是温成 也就是张贵妃 公元1051年 你们实在太喜欢张贵妃 宋仁宗打算给他叔叔也升个官 包拯又又又出面反对 他不同意任命张贵妃的伯父张瑶佐为三思史 机智的人宗便改命张瑶佐为节度史 包拯又激烈反对 还组织了七名言官与皇帝理论 想想 在科举千军万马中私杀出来 最后能做官的 当然没几个是文采差的 骂起人来那是根本都不带脏字 而且还没一个重样的 一个喷完另一个接上 特别是包拯 劈里啪啦一顿说 喷得仁宗一脸唾沫星子 不仅没有怪罪于他 甚至还采纳了他的建议 很稀罕吧 要不说这皇帝格局大呢 但仁宗的格局可不止那么点 公元1061年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哲 23岁的他 实在是嚣张的不行 和哥哥一起参加考试 一路杀到了最后一关 御室 考题就是让各位考生 对国家现在的各种困顿提出解决方案 小苏这缺心眼的孩子 足足写了六千多字 把宋仁宗从私生活到执政能力 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骂了个遍 一说仁宗好色戴政 二说朝廷劳民伤财 三说仁宗爱慕虚名 老爱干一些根本就是为了获得赞养的事 先不说事是不是真的 但这种自杀式的答题思路 搁别的朝代 几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但仁宗这皇帝当的格局 那可不是一般的大 所以这一次 不出所料 苏哲被录用了 不得不说 这样的皇帝从古至今也找不出来一个吧 而除了带人宽和 虚心纳贱之外 仁宗作为皇帝 还以身作则 带头过节俭的日子 据说一日 仁宗工作到半夜 肚子有点饿了 就非常想吃点烤羊排 羊肉串什么的 但又心疼枉死的小羊 又体谅下属工作量增加 就这么扛了一整晚 才吃上第二天的早饭 除此之外 在明道二年 1033年 至家幼三年 1058年 他曾九次 在多地乃至全国范围内 免税或降低赋税 在他的温和统治下 北宋的边疆安定了几十年 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较低的赋税 也让北宋的经济空前繁荣 同时 科学技术和文化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 都得到过他的赏识与提携 比如苏氏 苏哲 曾拱等文坛巨匠 以及张仔 程浩 吕大军等一代名儒 他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 一时之间 宋仁宗在北宋的人气达到了巅峰 直到家幼八年 1063年4月30日 宋仁宗赵真与汴梁皇宫驾崩 享年54岁 在位一共42年 宋仁宗驾崩的消息传遍全国后 汴梁的百姓痛哭流涕 商人罢事举哀 哭泣之声传遍了大街小巷 就连乞丐和不懂事的小娃娃 都纷纷来到皇宫前焚烧纸钱 连辽国皇帝耶律鸿基 听闻宋仁宗去世 都忍不住为他落泪 这样一个让竞争对手都念念不忘的人 想必一定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民间有句俗语教 爷们汉堂娘们宋 但所谓的爷们血性 付出的却是老百姓的生命 当然外敌来袭 这样的血性是必须要有的 但宋仁宗赵真的这类保守的打法 虽没有什么豪情壮志可言 但也开创了一个少有的盛世 乾隆曾说 他崇拜三个皇帝 分别是祖父康熙 唐太宗和宋仁宗 众所周知 乾隆看人的眼光是很苛刻的 因此可见宋仁宗的一生有多精彩了 提到宋仁宗赵真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评论区里聊聊吧 我们下期见